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 最终还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随它去 事情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样呢 但凡是能失去的 说明从未真正属于你 所以 不必后悔 人活一辈子了 谁没有吵的时候 不能老考虑别人的算性 为什么老考虑别人呢 我们又不是活给别人的 先顾自己吧 怎么舒坦怎么活 其他的都是胡扯 要活自己 自己活 透支